这是巴西必喜 这是我在五年前 人生也是低谷的时候 身体也不好 挺郁闷 有几个朋友到了巴西 在巴西上 看到很多人围观一样东西 上去说说热闹 听了那个解说 但是说这个东西是个宝物 而是对人的身体比较好 还能防各种疾病 我当时身体就不好 很明明就鼓动我 说你就把这块玩意你弄了吧 当时这个价钱挺高 百万以上 最后我找了一大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那么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做成首次的话 似乎效果不好 只能做白钱 那么当然了 这么打坏的 必须 难见 这个颜色呢 似乎差一点 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价钱 我认为似乎还高了一点 实是孙 但是呢 在明末清初 亡国之际 由太监背着出来 逃难 最后呢 两个人都做了和尚 终身在空门里边 以绘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怀 主公山水 他有一个口号 叫搜尽其风 打草稿 所以呢 他的山水 都是从真山真水而来 在清初四僧里边 他也是顶级的人物 像这样一张画啊 如果好的话 说实在 现在都是千万级的层品 但是您这张画呢 我也得实话相告 应该是一张 晚清时期的旧方法 因为呢 无论山石的村法 还是呢 远山的染法 都还达不到 石涛出神入化的水准 但是由于有年份 可以接着传承下去 我想请教专家老师 就这句话说 还有多少的经济价值 我觉得呢 几万没有问题 十几万也是可能的 谢谢 谢谢 一只一只水深着 后来当地人们 录造观音照相的时候嘛 就按照这个 这个王的这个形式 把它固定下来了 所以这件东西呢 我们叫半气筋 你看这个胳膊 腿 这个比例非常卸调 很丰润 而且非常流畅 上面的阴落很洒脱 年代是清代 中晚期的东西 我听说观音是这样 从明清以后 就是转为女像 但是这个是个男 明清的时候就转了 就是明清以后 从南北朝以后 从宋战以后 就慢慢就转了 这不是女像吗 这属于女像 你看到像男像女啊 这不是女像吗 对不对 男像不是这样 是女像观音 这种造型呢 在过去的古兰界 称为什么 一共一调 当然这个能从材料 和做工来看 有点像福建地区的做工 比较细致 因为当时和德化瑶的 雕塑观音有关系 谢谢张家